具体的去面对这些一个一个一个的文本 因为在中国古代我们当然有科学 就包括李悦瑟写的科学 中国的科学史等等 但是中国古人去学习知识 甚至说不只是学习做人道理 学习知识途径它都是通过书本 我们没有那种什么实验师的那种概念 这完全是西方的 所以通过书本你去学东西 你面对书本 宋代的陆学家他提出了一个基本 他就是所谓的拘禁 这样一种前进之心是不可以少的 然后就来看看具体怎么去学 因为我刚才说了 朱熹他自己他的语类里面就说了 这么多的世子都是以祭宋剽窃为公 而不几乎穷礼修身之药 如果其实我讲到下一次的时候 我讲到陆九渊和王阳明的时候 也是的他们为什么要提出新学的那种概念 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觉得 今天这些天下的世子读书都是为了那个功利的目的 所以陆九渊比朱熹小九岁 然后提前八年去世 朱熹71岁 陆九渊54岁 17年 所以他们生活中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有交集的 所以有著名的这个俄湖智慧 就是当时的这个南宋的著名的理学家 哗啦啦通通聚集在这个俄湖这个地方辩论 然后陆九渊跟这个朱熹其实是完全谈不来的 因为他们的理念完全不一样嘛 但是朱熹很佩服陆九渊的一些说法 所以后来朱熹其实他当过一些官 他最大的贡献是修了茫茫多个书院 什么白禄栋书院啊 什么这个书院那个书院的 他最后在武夷山那边长期讲学 所以朱熹的学问叫做敏学 就是福建的学问 然后朱熹就专门把陆九渊又请到他的白禄栋书院去做讲座 就那一次讲座几个小时时间 就解释一句话 孔子一句话 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所谓的利益之变 陆九渊就讲这个 其实这就是他们共同的一种追求 他们就是认为儒学发展到这个时候 有太大的程度上已经是那个利的层面 那个利益的东西 小人欲于利 而那个义的层面在哪里 他们要追寻 他们要追问这个 所以其实在宋代的这些理学身上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种追问的努力 那么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一句话 追问乃思之虔诚 所以他们是虔诚的人 虽然他们可能 陆九渊也好 或者他们是一千一百七十几年的人 到现在九百年了 学书界还在讲 诸禄一同 朱熹和陆九渊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个东西 但是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理论上的区别 他们的那种追问 跟那种虔诚之心是共同的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 虽然这个学问上的分歧这么大 但是他们一辈子 就是一直到陆九渊去世 他们都保持书性来往 而且这个 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 讲的这个利益之变的东西 讲完了以后 冬天 朱熹在摇扇子 满头大汗 听得这个 惊了一身汗 然后之后 叫他的门人 把陆九渊讲的这个稿子 刻在石头上 竖在那里 所以就你看 他可以看到 其实这些不是文人相亲的那种 那种东西 就虽然大家这个道不同 但是还是可以相为谋的 还是可以 我还是很尊敬你的 把你的这个东西付在别 而且跟他的朋友 朱熹跟他的朋友通信的时候 说 如果没有听过陆九渊讲的 这个利益之变的话 人生不完整 就意思是这个 就说 他是很佩服的 但这个东西 其实朱熹自己 那他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的 所以他会说 这个 既送剽窃 而不几乎穷礼修身 这个穷礼修身 所以 我读一段话 这个段话写的 我觉得就是语类里面的 因为诸子语类 其实是 朱熹就像论语一样的 是很日常的话 就一点都不学 读书 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 以心体制 以身见制 唯学之道 莫先于穷礼 穷礼之要 莫在于读书 读书之法 莫于循序而知经 而至经之本 则又在于 拘禁而持之 我刚才讲了 那个宋年学案里面说 盖以拘禁为主 所以最后落实到这里 当然这个诗 它是反过来写的 就跟这个 它这个话 整个这个逻辑 它是反过来的 最后是要 去以心体制 以身见之 你是要去实践 去恭行 所以这是儒家的一个 也是整个的 你不管是先秦还好 汉代也好 这个哪怕 就是这个最后 到民国 就到梁启朝 你如果想去定义 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或者说士大夫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儒家 你就要得看 他有没有那个实践的功夫 他最后 所有的那些讲的东西 他有没有能够落实到实践上 然后而且是在一个 当下的一个 这个现实里面 去实践 就他不是 如果说他的这个实践 是在这个 往什么往生啊 什么来世啊 去实践 那他也不是儒家 儒家就是这样的一个 当时当下 这样一个 拍葬的这样的 一种性格 文化性格 朱熹最后是要 其实是去以心 去体 以身去实践的 是这个 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理 这个信 那么你为了去做这个 你需要去学习 所以他是这样子 逆过去推的 微学之道 莫在于穷礼 穷礼 那怎么去穷礼呢 你要去读书 那怎么去读书呢 你要循序 渐进的读 你要循序而至今 慢慢的去 达到那个最精深的地方 那么你怎么去达到 那个精深的地方呢 你需要拘敬而持之 你需要有一种 恭敬之心 这就是 这段话其实 整个来说 就是一个 朱熹的一个 因为他是一个 其实朱熹从根本上 我不认为 他是一个 风格雄奈 他不是一个 他当的所有的官 他当然当过很多官 也不大的官 但是他根本上 他是一个老师 他是一个professor 但是你可以说 在一个体制里面 老师也是一个公务员 但这没有问题 但他根本性的身份 是一个老师 所以他不断地 去建设书院 去开设讲堂 这样子他学生很多 那么整个他这个 教学生的这样的一种 学习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包括这个方案 在我们今天也许 依然可以跟在座各位分享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拘禁而持之 落实到最后是这样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 那么 这边我想读一段 就是因为最近 我让大家知道 那个新浪爱问坏掉了 由于社皇什么 就是一个新浪爱问的一个专门 来分享各种PDF文档物 因为我在法国 我想给大家准备一点 演讲我也学到各种各样的书 其实我本来想找几本书来看看 最后由于这个都坏了 很难找到 这个孙喜给我找来的 是这个许富官先生写的 这个中国思想史论集 它里面的一段话 他说朱元晦 那就是朱熙啊 元晦是他的字 朱元晦已经知道有考据学 但他不走这条路 不仅因为他要在伦理上落脚 即在知性活动上 他要在 世事物上求出世事物之理 这是清代考据家 所根本没有的观念 就因为我们知道 马上 因为我讲到明代就不讲 因为清代是一个考据的学问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 清代的考据学问 当然是有它的价值的 其实我们今天 在二十一世纪 我们读到的 几乎所有的儒家经典文本 都是被清代人 重新考据过的 所以我们会知道 原来上书里面 有很多是假的 清代人 他不是用科学手段 什么去测定探十四 他就说是假的 他是用文字 迅独之学 他去发现 这样的这种观念 在先前的某一段时间里 它是不可能出现的 它一定是汉代的 是这样子去做的 所以我们会了解到 很多传统的文献里面的 因为我们的历史 过于漫长 孟主教会上说 而且它一直在延续着 那法国文学 我学的法国文学 说白了 十四世纪开始了 那我们的宋代都没了 是吧 按照日本的学者 这个说法 宋代是中国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 宋代是近世的开端 也就是说 之前的都是古代 宋代开始了一个近世 而在法国的话 十一世纪 十二世纪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还是中世纪的 那个黑暗里面的彷徨 所以我们的这个 由于这个过于漫长的历史 它导致了一个文献流传上的一个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这个很大的程度上是在清代的考诸学者们 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是他们的贡献 但于是同时 就像这个学官先生说的 清代的这些搞考诸的学者 他对于那个文字背后的那个 世事物物的那个道理 他不感兴趣了 他只是感兴趣 他又有点像汉代的那些经学家了 他只是感兴趣文字本身 但是朱熹他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他就继续说 求世事物物之理 在时代限制上 他主要不能不落在书本上 但他落在书本上 是要钻到文字迅姑的后面 去找他所追求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这段话 它是写得很到位的 就是朱熹他智学 我们都知道的 就是说 今天依然流传了这个很重要的一本书 就像我这种中文系毕业的学生 必读的四书记著 朱熹的 他著四书 包括通过他努力四书 变得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在唐代的时候 已经有了十三经 那么在之前 我们这说的是孔梦 孔梦 为什么突然有一个四书的概念 也就是 论语 中庸 孟子 大学 我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讲 这是四文书 因为 中庸应该是一本 时间上在论语和孟子之间的 相传是曾子写的 曾子是孟子的学生 是这样的一个 大学更外景 战� our默契的索作 那么 那么中庸和大学怎么背它 这个朱熹专门提出一个四书的概念 而不是传统上十三经的概念 那他把那些其他东西给他往后排 他把这个四个文本还立在那个中间 那必须他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他也对这四本书他做了非常多注视 其实也可以理解 大学一开学的时候 大学之道再明明德 再清明再耻于至善 这非常符合朱熹的这个智学的这样的一种路数 所以他一方面他注这个书 另外一方面他觉得这四本书太重要了 要把它并在一起 而且提升他的意味 其实这简单说 这就是一个文学史家一贯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认为什么书重要 所以我要提出来 那么朱熹他的这个拘禁而持至 整个这个维学的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就是他整个的应该是他一生的做学问的这样的一个根基 一直到他他死之前 他还在注视这个大学的文本 他71岁去世 但他去世跟很大程度上跟政治上的打压有关系 因为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的话 就是说简单的故事大概是这样子的 因为朱熹不断的上奏内容 不外乎是皇帝被无数的小人包围 坚硬当道等等的 所以这个闭塞盛听 那当朝的这些官肯定很不爽 所以就想方设法的去诬陷朱熹 那么诬陷朱熹 你中国古人把人弄死 应该是整个就是不跟古人没有关系 中国人把人弄死的这个一个关键手段 就是要在道德上把你弄坏 就比如说你薄熹来的 怎样怎样 录像录说 但反正中国的一贯手段就是这样子 那么他们就要说 朱熹搞的这套学问叫做物理学 然后你这个学问怎么怎么造假 怎么怎么无聊 怎样怎样怎样 那朱熹那个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 七十一岁了 他听说就是非常恼怒 所以其实这个直接导致了他的过世 其实他已经算是一个很高手的人了 那么当然在朱熹去世以后 他很快在随着这个朝代变换 那么他的历史地位不断在提高 所以他在宋代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追封为所谓的灰果宫 因为朱熹的祖籍是灰州 就是今天江西雾园那个地方 但是他出生其实是在福建 那么包括到了像到乾隆的时候 到清代的话 这明代这种理学已经被历成官学的不谈了 到清代的时候 乾隆依然会去说朱熹 他的一种不学朱熹的这个东西 那你就不会做人 这样子类似的 那就是他的地位 等于说是在他的 从根本上是在他的身后建立起来 尤其是在他快去世的那段时间里面 他受到了巨大的一种攻击 这反正无所谓 就继续讲他这个读书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理学这个东西 它有非常抽象的一面 那么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关系 也不特别大了 但是朱熹讲的这个读书的方法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 所以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读书所以明理 而明理者 欲有其以逐乎微信之间而不察也 就是说 你读书读到最后 那种像逐光一样那么微小的 那种细密的东西 你都可以分辨得清清楚楚 故为考之欲详 则查之欲密 所以就说我要 我去考读考证 我去读 我去思索 得越详细 我的观察 我就学细致 查之欲密 则五心意志律 嘎瓜魔力而欲经 就是说我的心智 在我的这种考察过程中 他就被我的越来越锐利 越来越细细了 五心欲经 则天下之理 至于五前者 其毫里藐阻 苗里藐阻不齐 则五必有一变之意 就是说 还是刚才那个意思 我把这些道理 我搞明白了 天下所有这些 纷纷忙忙的事情 在我面前 哪怕就是毫里藐阻不齐 就那一点点的 小小的区别 我都可以看得清清楚 这就是整个逐希的一个 还是最开始说的那句话 穷离以知其知 反攻亦见其事 最后是为了去明白 如何去认识你自己 其实就是说 在朱熙的这个思想体系里面 我们是很容易把它跟这个古希腊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 它有非常类似的一种思维方式 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暗和 这也非常的有趣 就是说 这种反攻一见其事去 通过一个对外在世界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知性的把握 最后去抵达一种认识自己的这样一种目标 而且他在一个最底下 他有一个拘禁 持质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他支持这样一种态度支撑着他 那么最后他达到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一种东西 所以在朱熙身上能够感觉到一种 怎么说一种 实际上一种人格力量是有的 就是这种拘禁持质之心 带给他的这种做学问的严肃的这样一种 而且朱熙也强调做学问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但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去克服这种艰难 就所以在他身上 你可以感觉到这种人格的 这种一种强劲的这种东西 就我觉得就说在士达夫的身上 也是非常取得钦佩的 包括他在给皇帝上书的时候 这样一种直言不讳的 这样的一种东西 整个的 就我觉得所以说 大家在思考 或者说在听取一个社会层面上 对于宋代理学 理学最有名的一句话 当然不是朱熙说的 这个陈怡说的 存天理灭人欲 从周顿一开始就跟他讲这个东西 张哉也讲 尤其是陈昊的一句 就叫什么 诗节 叫错 死神是小 还是性命是小 诗节是大 就是说 当时有人问一个寡妇 她能不能改嫁 然后理学家的回答就是 性命是小 诗节是大 不能改嫁 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这个 当然它属于这个理学的一部分 那我并不想讲太多 因为 其实当然也可以讲 什么叫做天理 什么叫做人欲 为什么叫做存天理灭人欲 但这就是一个上升到一个思念的东西 如果大家感兴趣 好像还有时间 我可以讲两句 就是说 在 我当时在讲孟子的时候 就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 孟子提出了一个性善论 但是既然性是善的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恶呢 这是任何一种思想体系 他都要回答的问题 那么基督教的回答是 人有原罪 所以这个最后恶 那么孟子的说法是 在这个性 就是这个性相近 息相远的这个性 性本善 只是下面 人还有他的血气心知的那一面 就是我还有身体的那一面 然后这种 这种血气这个东西 它有可能就被影响 就去发展你的这种欲望 最后由于你的欲望的泛滥 最后导致了恶的出现 那么所以到了宋台时 宋朝的时候 从孟子这个说法里 他就抽象出了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天命之性 一个叫做气质之性 两个性 这两个性是不一样的 天命之性就是善的 而气质之性 他就有可能变恶 所以他就 天命之性 最后走向的就是天理 而气质之性 他走向的就是人欲 那么朱熹曾经解释过 什么叫做天理 你们能够